大家好 我是Kyoko 今天我們要找很簡單的兩個文言 真的超簡單的 說不定這個影片可能一分鐘就會完結 首先要說什麼呢?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 de go nan 動詞的聽言 請試試 表示說話人被對方試做某件事 這個其實是敬語 大家如果看到它的漢字 就知道是什麼意思 大家經常會在書面上看到的 其實就是ミル語的敬語 相當於這個 de minasai 就是請你看看 請你試試的意思 例如這裏 これ食べてごらん 美味いよ 就是試試吃這個 很好吃的 這樣用回答 好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te sumu 或者 de sumu 它們的分別就是 動詞就是聽 名詞的話就要加這個de 有釘釘的 然後後面就是 sumu 它意思表示什麼什麼就解決了 或者什麼就好罷了 那其實意思就是解決了 這件事的意思 例如大家如果有打機 或者看一些動畫 經常都好像看到一張form 就是很多字 然後吸了一個人 嗨 這樣一個制的漢字 雖然有點不像 大概 一個制字 那意思就是 完成了 解決了 那如果你想說 這個不是道歉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用這句文型 這個不是道歉就可以解決的了 所以不如有時候男朋友激怒了你 你就可以試試跟他說這句話 那如果你想用它的否定型的話 它就是 de sumu koto de wa nai 那今天的文型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希望今天的文型幫助大家 因為星期四這些中間的日子 已經開始有一點點放假的 mood 那所以我們就今天不要溫這麼冷的文型 我們明天才要溫冷一點點 那如果你想溫生子卡的話 你可以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またね バイバイ